你好,我是佳佳大迷妈 因为小时候被电电到过 所以一直以来对电的东西特别害怕 可是永世维护不仅要跟电打交道 而且还有天然气 所以当时我就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弄清楚永世维护的整个流程 做到心中了然 才能克服内心的恐惧 这个小木屋里面放着我们家的永世设备 水棒,过滤器和加热器 我称它们为永世三件套 过滤器一般有三种 砂缸过滤器,硅糟土过滤器 还有那种桶装的过滤器 我们家是最常见的那种砂缸过滤器 当然不是,里面填充的是石鹰砂 石鹰砂是一种坚硬耐磨 化学性质非常稳定的硅酸液矿物 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 石鹰砂是用来过滤杂质用的 大的悬浮物像树叶 我们可以通过schemer或者说是水棒前面的绿篮 把它拦截住 可是小一点的像灰尘啊,污垢甚至是油纸 那这些东西绿篮是拦不住的 所以它通过水棒来到了过滤器 那过滤器里面填充的石鹰砂就把它拦截住 然后过滤器就把干净的水重新送回到游泳池 这个问题需要了解泳池水循环的整个流程 根据我自己家里的泳池设备 我画了一张草图 请不要笑话我的画画水平 这个蓝色就表示游泳池 这里面有两路排水 一路就是叫main drain 中文就叫它总的排水管 它两个口子是在泳池底部最低的位置 反正我们家就有两个口子 那么通过这两个口子 这个水就到main drain的管子 这样流过来 另外一路就是schemer这儿 这个好理解 那两路水这儿都有两个阀门 那么到水棒之前 两路水就汇种成一路了 那么经过这个水棒的滤网 然后经过水棒来到了过滤器 过滤器把水过滤干净之后 送到了加热器 加热器呢把水加温 然后又送回到了这个泳池 那么这里有两个净水口 一般泳池至少有两个净水口 那么相当于这样完成了整个水循环 所以呢 过滤器是水循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它相当于把泳池的死水变成了流动的循环的火水 而且把水中的脏东西过滤掉了 起着净化水质的一个重要作用 这是我的理解 沙光过滤器有七个控制按钮 为了给大家讲的更明白 我又画了一张炒图 这个呢就是我画的过滤器上面那个圆盘一样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哈 这里面有一二三十五 有七个控制按钮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过滤这个控制按钮 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一档 第二个呢是反冲洗叫backwall洗 需要通过反冲洗这个控制按钮排出过滤器里面的脏东西 第三个控制按钮是冲洗Rinse 是经过反冲洗之后需要立马通过Rinse来排出馆内的一些物 当然还要排出backwash之后残留的一些脏东西 第四个就是Waste 不经过过滤器直接排走 比方说下雨天泳池的水量过多了 需要通过Waste这个控制按钮把多余的水排掉 接下来这个呢叫Recirculate 不经过过滤器的一个循环 用这个控制按钮的时候 水流进来之后没有进过过滤器 直接又回到了这个泳池里面 就完全没有进过过滤器 很少用 只有在过滤器或者是加热器出现问题的时候 肯定会用到 那么Close相当于就是关闭了就好理解 还有叫Winter 冬天的时候用这个控制按钮 可以把管道的水和过滤器里面的水全部排出关系 那么这个Winter Close还Recirculate 很少用 我们经常用的就是filter 还有backwash还有Rinse 偶尔也会用Waste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沙膏固滤器的主要作用是拦截杂质 在运洗过程当中水中的悬浮物会被截流在沙膏里面 那么随着时间的积累 它里面的脏东西会越来越多 如果你长时间不反冲洗的话 那些脏东西慢慢就会渗透到沙膏的底部 又送回到了泳池里面 那这相当于过滤器就没有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 所以我们需要定期的反冲洗这个沙膏过滤器 以恢复它的过滤能力 这里呢我总结了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观察滤钢的压力表 在正常运行的时候 其实它的压力值是比较稳定的 比如说我们家滤钢它的正常运行的时候 它的显示值是15个psi psi是音质的压力单位 那么随着水循环的不断进行 如果高于了这个初始显示值的5到10个psi的时候 那么说明你这个滤钢该反冲洗了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你要注意观察有时不需伸手去测一下 如果你发现它的水流明显小了 那么说明这个时候你应该反冲洗滤钢了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 比如说是遇到大暴雨的时候 或者说有的是混浊的时候 还有呢就是你刚刚除完滤藻 那你用vacuum这些脏东西的时候 那个时候都需要进行反冲洗 所以反冲洗是根据情况来定 而不是时间 不是说我运行了3天5天 或者说10天了 我就该反冲洗 不是这样子的 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定的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我知道很多人会这么想 反正操作起来也不复杂 我就隔三差五的去反冲洗一下就好了 错了 这个反冲洗不是说你操作的越频繁 水质过滤就会越干净 不是这样子的 恰恰相反 脏一点的滤钢 它的过滤效果更好 这个原理有一点点复杂 你千万不要走开 可以帮你节省时间 因为我是看了很多的文献和资料 才总结出来的 刚才我们有说过 砂缸里面填充的是石英砂 这个石英砂不是这样乱七八糟 你堆在里面的 不是这样子的 它是从上到下 由小到大 这样子有序的填充的 当水流流过石英砂的时候 水中有一部分固体悬浮物 因为吸附和机械作用 就被截流住 截流住的这些固体悬浮物之间 又会形成桥架和重叠作用 就好像在石英砂的表面 形成一层薄膜 而这层薄膜 又可以去过滤其他的一些杂质 物理学上把这种作用 叫做是薄膜过滤 这种过滤作用在砂缸的表面层有 它的中间层也会发生这种截流作用 只不过中间层的作用 比表面层要更复杂一点 我没必要过多的去了解它的机理 物理学上把中间层的过滤作用 称之为渗透过滤 石英砂它不是规则的物质 它有很多个棱角 所以当砂粒填充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它是形成很多弯弯曲曲的空隙 当这些悬浮物流过这些孔刀的时候 就会跟实验箱表面发生接触和碰撞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物理作用 那么这个在物理学上称之为接触过滤 所以当钢体有一点点脏东西的时候 它会钢体提供了更多的过滤作用 所以你真是没有必要经常性的去反冲息 那这个问题我就现场给你演示一下就好了 你看过一遍就已操作了 对于新手来讲 你要backwash过滤器之前 你要检查一下你们家过滤器的一个排水管 我知道有些设备它是没有配这个排水管的 那你要自己在外面接一个排水管 是那个蓝色的那个塑胶一样的东西 如果有排水管 注意观察一下排水管有没有阀门 有阀门的话你要把阀门打开 不然的话如果关闭的话你就许排不出去啊 那我们家这个是它提前设计好的 不需要任何操作 这个backwash之前你要先确定你们家这个电源开关 那我们是装了这个控制器 是通过控制器来开关泳池的设备 还有灯风啊等等 好第一步我要关闭电源 好关闭电源 然后呢把控制按钮按到backwash这个选项这儿 就转过180度 好 重新开启电源 那冲洗的时候要随时观察这个玻璃瓶 冲洗多久呢 你要看根据这个玻璃瓶的捷径程度来做 大概冲洗个三五分钟吧 这可以看到玻璃瓶很干对不对 这个玻璃瓶已经很干净了 好冲洗干净之后我关闭电源 然后呢把控制按钮按到Rings 冲洗这个选项 好开启电源 大概冲洗30到60秒的量子 把里面残留的脏东西 还要管道里的脏东西把它淘掉 差不多冲洗干净之后 我要把电源关掉 然后呢把这个控制按钮返回到过滤 filter这个选项 重新开启电源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反冲洗的步骤 第一步提前布置好过滤器的排水管 第二步关闭电源开关 第三步控制按钮拨到反冲洗 backwash 第四步打开电源开关 第五步反冲洗2到5分钟 注意观察小玻璃瓶 反冲一时间呢是以小玻璃瓶的捷径程度为准 第六步关闭电源开关 第七步控制按钮拨到冲洗 第八步打开电源开关 第九步冲洗30到60秒 第十步关闭电源开关 第十一步控制按钮拨到过滤filter 第十二步打开电源开关 好了整个反冲洗的过程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 谢谢你的收看 请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哦 非常非常感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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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